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等来新闻棒 请三位杰明 现在我们访问的是一个专业人士 也是学霸级的 是我们联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执行院长 陈启仁陈医师 陈医师你好 杰明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我们陈医师擅长的东西 跟我们绝对有关系 尤其是年纪越大 也可能需要我们陈医师来帮忙 他所厉害的地方在神经放射学 还有身体介入放射学 以及介入性的神经放射学 那讲到这些一定很专业 好了简单一句话 我们今天谈什么主题呢 急性脑中风 这个事情在很多地方是 很可能会发生的 那我们医生呢 他现在是在联心医院 之前也是在 卫生福利部的嘉义医院的院长 也是卫生福利部双核医院的副院长 那同时间他也是这个台北医学大学的医学系的教授 那现在我们就直接切入到重点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脑中风他的特色是什么 脑中风其实有分大的跟小的 所谓大的就是大的血管堵住了 那小的可能就是小的血管堵住了 那一般而言就是要有些防津时间的 大概就是大的血管堵住 那大的血管堵住的主要的一些症状 大概有分就是单侧的手脚无力 讲话不清楚 或者是眼睛就是眼歪嘴斜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说 他的如果是左侧的中风 他会有语言的问题 就是说有时候讲话 他讲的话别人听不懂 或者别人讲的话他听不懂 那如果右侧的中风会有他 对左侧的物体就是不认得 就是说问他这是你的左手吗 他说这不是我的左手 就主要就是大血管中风会有这些症状 你怎么讲我想到树真昌院长 他之前不是 嘴歪 对嘴歪 对他那个是吗 他那个是神经 就是他的是神经麻痹 他是病毒引起 所以所以我说这个是要combine 因为说他他只有嘴歪那还好啦 是 那如果配合又手脚无力 然后或者是眼睛看向单侧 那就可能是大的了 所以那应该耗发的年纪 大概有在台湾有一定的年纪 比较容易耗发吗 我是觉得现在是越来越稍微年轻一点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 主要是山高啦 山高还有抽烟 这些因子 那另外心脏 有时候血栓会打上来 所以现在大概都是50岁以上就有机会 那50岁的人越来越多 我55 那医生你见过最年轻的年龄 大概是几岁 那个比较例外是十几岁 因为他是有癌症 他是有癌症 对 那一般而言大部分是 我们认为年轻的大概三四十岁 那大部分那种可能就是动脉玻璃 而不是我们常见的一些动脉硬化造成的 那是动脉玻璃 动脉玻璃可能 比如说我碰到有人 有人去跳弹力床啊 有人去打羽毛球啊 有人就是咳嗽 咳嗽一直咳 咳得很厉害 这些常常容易造成血管的玻璃 那不过这些人可能他在体质上 血管会比较弱一点 所以不然这些 大家每天都会在坐着打球啊 我好去打个羽毛球 想让自己健康 就一打就玻璃 玻璃就发生中风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吗 是因为他的体质 血管的体质比较弱 可是他做的动作又比较激烈 所以裂掉 这是年轻型的 那如果我们说五十岁以上 大部分是所谓的动脉硬化 是 造成的 那有没有职业上面的差别呢 比如说这个人常坐办公室啊 或者他是老板 或者业务常应酬啊 或者是他就是一般的老人家 只是没有在做运动 有没有好发的这种职业别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作息 很容易引发脑中风的一个状况 一般而言 我们在算那个危险因子 五大危险因子的时候 还是会 五大因子 三 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 抽烟 抽烟 还有遗传 这是主要的五大因子 然后其他的比较赤脂的 譬如说睡眠 所以有些人如果说常常熬夜的 这个也是个风险 那像痛风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 有没有运动的很好 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是会影响 那些比较赤脂啦 不过我们最主要的还是三高为主 是 还有抽烟 三高跟抽烟是最为主的 对 因为刚刚医师在谈的时候 我脑海中出现两个类型的人 一个是护理师 护理师不是要常常植大夜班跟小夜班吗 那他们也会熬夜 另外就是台地电的员工 因为他们也会有植到大夜班的 这样的族群 他在我们说的医学流行病上面 他有显著明显的 是风险比较高吗 还是说还是以三高为主 目前还是以三高为主 可是这一类的人其实就是变成他的作息 只要有睡眠充足是可以 只是怕他说晚上上班白天又去玩 那这样就太累了 有有有有这种案例 对就是觉得自己无体演习 刚刚工作完第二个跑去唱KTV就中了 好就直接 我有一个病人他就是为了追剧 就租了录影团 所以一个整个晚上 后来早上就动脉就剥离了 因为他血压一直高 然后后来我们就把放支架 所以所以就说有时候熬夜 也是一个蛮伤身体的一件事 我好像记得在那个 就是玩电玩的那个游戏机上面 有类似的案例 对好所以我们应该就是 那我们刚才讲是一般的这个中风 脑中风 脑中风有分为急性跟慢性 对那这里有个急性跟慢性的差别 在什么地方 所谓急性就是说血管突然堵住 突然大血管突然堵住 那就是要赶快去把这个血栓 或者是血管堵住的因素拿掉 因为我们脑子大概缺氧 在看每个人的组织 不过大概是三个小时内 可能就会完全坏事了 所以我们 三四个小时 对 不论慢性跟急性吗 通常是这样 可是因为有看他有没有测肢循环 每个人的组织的耐受性不一样 不过我们一般就说像 静脉的话 打静脉就黄金三个小时 那动脉可以到六个小时 大概有一个这样的时间差 所以真的如果自己发现到 圆角不动的抽筒 看到左手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真的要立马赶快进到医院室 那急性又是怎么回事 急性的状况会不会就是立刻发生 有生命危险之类的 通常就看他赌的范围 如果赌在脑干 那因为脑干有生命中枢在那边 所以脑干的 可能比较容易有立即的生命风险 意思说我们整个脑有很多的部分 但是可能不是在脑干附近的 这个血管中风 我们还有是黄金救援时间 可以长一点点 但是如果今天在脑干附近的中风 可能他就会有急迫生命的危险 是这样子吗 就是说脑干 脑干堵得很 完全都堵住的话 所以公营的血管都堵住的话 那风险就会很大 而脑干是负责我们身体的 自律神经的一个状况 还有呼吸 心跳 所以我们呼吸不用控制自己 就可以呼吸 如果脑干中风的话 我们可能呼吸就变得 就要停滞 或者心跳会停滞 对心跳也是自律神经的部分 所以他跟我们小脑是有直接关系 因为他们供应的血管是一样的 所以当然小脑的中风 反而比较复原的机会大 可是脑干比较重要 OK 因为难怪是直接管 这个自律神经的部分 对 那小脑好像也是 不是跟自律神经有关吗 小脑管平衡 平衡 平衡跟细腻的动作 OK OK 所以比较恐怖的事情是脑干 这部分如果发生了中风的话 这问题就非常的严重 那医生你有遇过这样的案例呢 他的生活背景又是怎么回事 就说脑干中风好了 那通常脑干中风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有三高 然后造成动脉硬化 那通常这类的病人 可能来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或许是会有一些前兆 比如说常常是头晕 或者偶尔突然昏倒 头晕或者突然昏倒 头晕或者突然昏倒 因为我们的那个脑干 有管到一些我们的平衡嘛 平衡不好的时候 有时候会头会晕啊 管到天陵那部分 然后晕倒就是说 常常因为 因为我们的那个 耳鸣会发生吗 耳鸣是比较少 通常是头晕 头晕 然后突然昏倒 或者是走路不稳 走路不稳 那这是前兆 前兆 然后那就表示 狭窄有时候缺血 或有一些小斑块去堵住 那一下就好了 那可是 有可能到某一天 就可能水喝的比较少 或者天气比较冷 那血流上去不够 那在狭窄的那地方 就突然血栓就堵住了 所以要常常喝水 保持足够的水分 这也是很重要 是的 尤其是狭窄的 是是是 所以以后 我觉得我步履不稳的时候 赶快多喝一点水 不过我讲到这件事情 我问一下医生 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这个问题 今天每次有医生来 都要问自己的兵医 因为我们常常会去 就是会去那种造势场合 是 那造势场合人很多 就是可能有 有几千到上万 我最高有一次是 参加台中的七线市 台中三线 就是台中彰化南投的 那个联合造势 现场九万多人 然后你就那种唱片的时候 你声音就不 就很自然的高亢 就大声的说话 那你说话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声音 而且一讲 可能要讲十分钟 你就是一直大声讲 然后讲了 可能七八分钟 那我下台之后 我都会觉得 我肩颈非常的僵硬 然后有一点点 恶心的状况 这个是 这个是没事 还是这个是有 可能要留意什么东西 因为你本来有很激 就是很激昂的一些情绪 当然 刚才问一下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神经会比较兴奋一点 那当然血管有可能 有一些收缩 那你 那时候血压可能也会高一点 我在猜音那时候 血压应该比较高 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去 注意到自己的血压 其实自己的血压 学年年纪大的时候 真的有比较高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 应该他比较多一点事情 是发生中风的机会 对不对 我讲我自己反而诅咒自己 比较中风机会比较高 还是心肌可能是在机会 比较祷告 如果像这种情绪激烈的喊 然后大声的 一般其实都是有机会 不过就是说 因为我是觉得脑部的影响会 比较可能比较明显一点 对 因为我看法 我最近走路有点点 这个蓝山 所以有时候问问题 是替自己问 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晕眩 吞咽困难 或者是丧失平衡 走路不稳 或暂时觉得有点 晕眩 这些都可能跟血管 是有关系的 这是我们现在 文明病当中 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心肌梗塞丸 就是我们说的脑中风 那医生我再请教一下 因为你看医时间 真的很久 已经30年的 行医的状况 那你有觉得现在文明病 这是文明病的一种 或者说现在这样的接受的门诊人数 跟以前比起来是不是有增加趋势 还是维持平衡 我觉得是有增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第一个是饮食的习惯 饮食习惯 第二个是说 大家运动的习惯 就在家里看电视 就不太动 这些都会有一些影响 然后就会有增加 那所以我是觉得 在感觉上中风的人 好像是越来越多 因为主要是食物也是个问题 现在的食物都是蛮精致 而且诱惑太多 所以很多人就 我们看像金正恩就是 就是诱惑非常非常多 讲到金正恩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很精彩的议题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听起来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非常感谢 他是远道而来 是我们联新医院神经医学中心的 执行医院长陈启仁 我可以请教一下 医生你们联新医院在哪里 在桃园市平镇 在中立的旁边 在中立 平镇我知道 平镇那边有葡萄王 就在平镇有设他的这个 观光周期 我怎么讲葡萄王 所以我们医院是在平镇 他其实在一高跟三高 他的离一高跟三高很近 都很近 已经两边会接近 就是快要交叉 所以我们医院是以重症为主 重症 重症这件事 已经成立25年了 所以也非常谢谢 我们陈景仁医生来到我们现场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 还有一些所谓的前期症状 是不是可以看出来 那我要做生理健康吗 生理健康 是不是也可以发现到这件事情呢 那如果我家族有病死的话 那我是比较留意这些事情 但是Hill肯姐 但姐我们来谈这个主题 播出 连部网 北部 中部 云家 花莲 连线播出 欢迎到来新闻 议题越来越热 我们来自于就是平正的联心医院 神经医院中心执行院长 陈启仁 陈医师 他是建中毕业 然后是北医 然后接下来在台北医学院当教授 也是学霸级的人 那这个学霸是最几年才有的 在我们医生年代是没有学法这个字眼 那我们今天讨论是脑中风这个议题 基本上过了50岁以上 这个都是风险 那因为刚才医生谈到金正恩 那金正恩其实都有监听台湾的媒体 怎么来看金正恩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议题有很大的讨论 你刚才说金正恩其实就是一个标准 容易脑针锋的一个案例 怎么说 他年纪其实才30几岁 对他才30几岁 可是我们从他身材就知道 不过我那天有看到说 他每天的那个光那个一餐的就要到10万块 你想想10万块的伙食 大概要怎么吃才能够 怎么吃 对非常精致 那所以太精致的话 其实就容易 比如说糖尿病啊 高血压 高血脂 他应该是很高 他血脂应该是很高 对 那这些像尤其血脂里面 最重要的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因为低密度的胆固醇 很容易堆积在血管 比造成动脉硬化 那动脉硬化以后呢 就血管的路会不通 甚至这硬化的斑块会掉上去 所以其实他是 他应该是心脏 心肌梗塞跟脑中风的 非常危险的一个因子的人 是 好 这些就听得很清楚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 我们媒体也常常吃那种精致饮食 因为大家请吃饭 你知道疫情结束的时候 饭局就真的变多了 就是要非常小心 好 那我们就来说一句话说 那如果家族有这样的一个病史的话 他的小孩子的几率就比较高 对吗 那一般这样的话 你们都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说因为遗传也算是脑中风里面一个重要的因子 那如果这些就看他的 我们建议是说大概在50岁以前 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血管 脑血管的检查 包含颈部的血管的检查 那可以详细描述这检查是时间要多久 那费用要多少 那在检查之前是不是 是每一年要做几次之类的 最简单的做大概就是所谓的颈部超音波 颈部超音波 大概蛮便宜的 那颈部超音波主要是看 那联系有做吗 其实每个医院都有 颈部超音波 每个医院都有 那其实颈部超音波有一些缺陷 就是说他只能 他没有办法实际看 颈部是可以看清楚 可是颈部再比较深一点 那个探头是看不到的 那再上脑部的话 脑部有一个叫脑部的穿颅超音波 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 他那个脑壳比较厚 所以那个超音波常常进不去 所以我们建议说 这个以上的呢 这还是要用核磁共振 或者是电脑断层 那就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了 这个就是要有 大概区域医院以上的 大概都有 那可是这其中又以核磁共振 会最没有侵犯性 因为电脑断层要做的时候 要打显影机 打显影机会有一些过敏的风险 可是核磁共振 他不需要显影机 他借着血流的一个原理 就可以侦测出来 所以核磁共振算是 最没有侵犯性的一个检查 那我建议是说 50岁以上家族有病死的 可能是应该要去做一下这样的 包含颈部跟脑部的一个检查 大概隔多久做一次会比较适合 通常其实你第一次做 如果说没有看到什么 可能在两三年以后再做就可以了 OK 那万一真的检测出来发现到 糟糕 是有可能有血板块 就是我们这种 低密度的 这些胆固醇 真的有机会会造成 血管阻塞的时候 那我们医院会做什么样的处理 一般的原则我们会根据这个 狭窄的程度来判定 如果狭窄低于50%以下的话 我们会直接给他吃抗血小般的药 因为这样其实就够了 可是如果大于70%以上的狭窄 药还是得吃 可是这个狭窄 所以是有药的 通常就是抗血小般的药 那大于70%以上 除了吃药以外 还是必须把那个狭窄的部分打通 那就是当支架吗 放支架 因为它那个超过70% 它不只是这个斑块变厚 第二个是血流量不足 你不把它打开 事实上吃药只是预防这些斑块掉落 可是它没有办法促进这个血流增加 那一般我们说支架支架 支架到底这是什么东西 它花时间多久 支架其实在身体各部位都可以放支架 可是每个部位放的支架的直材是不一样的 那脑部的支架比较特别是说 因为脑部的血管 那就要开脑袋吗 不用不用 还是一样跟做心脏一样 是从腹骨沟穿是一个针孔 然后把导管送到脑部的血管那边 再把支架摆上去 一样是微创的 是的 那脑部的支架的材质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像心脏做的是不锈钢 它用气球撑开 可是如果脑部因为它 它要走很多很弯的路 所以它必须要更软的材质 是一种记忆金属 然后它打开的时候 也不是用气球打开 因为它记忆金属 它可以自己打开 就维持那个形状 是 所以这个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那大概这样的一个时间会花掉多久时间 自放这个支架 大概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 不到一个小时 这是正确答案 是不到一个小时 那费用应该是很贵 如果是颈部的 狭窄超过70%健保有付 可是脑部的目前健保没有付 那一支大概10万出头 那也为了生命也值得 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发现到 这个急性脑中风跟慢性中风 已经成为现在 慢慢的成为一个六星病学上面 对于50岁以上人是有影响的 那当然最主要是三高族群 一定要留意 刚才医生也建议我们 就是大概就是一定要有去检验 那如果检验状况是有分等级 那等级以上的就可能要留意到 吃药甚至要做支架的状况 为了你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守护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联心医院神经医学中心 执行院长陈启仁医生 到我们现场来谈论 如果脑中风的事情 不知道你收获多少 先休息一下 待一等来 好 那我们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整个取栓的流程 那这个是一个血管 里面有被血栓塞住它的血流 那现在呢 我们要用这个就是取栓器 好 我们先把取栓器打开来 那当取栓器打开的时候呢 它如果放在血管里面呢 这个血栓就会陷到这个取栓器里面 然后当我们把这样 这个取栓器拉回来的时候 血栓就会跟着出来 那所以我们现在正式来示范一遍 好 现在呢 我们先把导管呢 从属西部呢 一路呢 送到这个血管里面 那当这个 这个导管呢 会经过这个血栓 一旦它经过血栓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血栓器呢 慢慢地打开来 好 你会看到它开始打开来 打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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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来以后呢 这个血栓呢 就被陷在这个取栓器里面 那我们静置个五分钟 好 那经过五分钟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呢 将这个取栓器呢 往回拉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血栓就跟着一直动 一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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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就把血栓 取出来了 这个就是取出来的血栓 冷藏 如果没有去 有原来这个血栓 我们就把血栓跟着 说一下 流血栓 分别 瘤 就 用 用 滑 适合 就 中